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授记穆坚连尊者第966集 我是为治 经文 而时 世尊复告大众 我今御庐 世大穆坚连 当与种种共聚 供养八千诸佛 恭敬尊重 诸佛灭后 各其塔庙高千尤寻 纵光正等五百尤寻 以金银流离 车取玛瑙 珍珠玫瑰 七宝合成 这段文已经来到 授记品的最后 授记品佛陀 帮四大弟子授记 中根的四大弟子授记 现在进入到 最后一位大木尖连 在那个时候 世尊很慎重的 继续跟大家来讲 我今天要告诉各位 我这位大弟子 大木尖连 他会用种种的供具 来供养八千诸佛 是非常恭敬 全虔尊重的心 来供养 祖佛灭后 也会继续供养 会建造塔庙 高千尤寻 纵光正等五百尤寻 一尤寻 有四十里 六十里 八十里 这之前都讲过 以金银流离 车取玛瑙 珍珠玫瑰 七宝合成 这在前面也讲过 这个塔庙 用这样珍贵的七宝合成 七宝就是最珍贵的宝 那也可以转换成 能修行的法宝等等 这个文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因为这个文 大部分都在前面都讲过了 这个一些专有名词 义诗 前面都讲过了 那只有一开始 这边供养八千诸佛 大家想说 怎么那么少 前面都三百万亿诸佛 或是多少 二万八千亿诸佛 那其实后面 因为文还没结束 后面还会再供养 两百万亿诸佛 所以还是很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 今天文已经进到 受祭品的尾声了 而且 一些关于受祭 这个国土 这个佛的寿命 正法 相法 这些大部分都讲过了 还有这些塔庙 这些七宝都讲过 所以上完今天的手杂 他帮我们复习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来看一下 持身文法 守独觉行 佛慈横念天下苍生 盼望转小向洪寺院 勤修奉进一千万佛 那这段手杂在讲什么 在讲蛮多东西 看起来就常常听 可是其实蛮重要 第一句是 佛陀 他看到了 这个地址的一个情况 持身文法 守在这个 独觉的修行里面 独善其身 那佛陀 他是很慈悲的 他是一大识言出现一试 他是要度众生 度尽天下苍生 众生无边试验度 那希望这些地址 都能够转小为大 发誓红寺院 走菩萨道 请大圣 这个真实菩萨道 勤修奉进一千万佛 这个在这几位地址里面 这个每一位地址都有 只是有些数字不太一样 可是都是很多 都要很久的时间 所以上完今天很有趣 他前面这三句 注意看 第一句是 其实佛陀 他有关心地址的状况 那从二三四 这三句都是佛陀的什么 等怀 佛陀的心怀 佛陀心里想的 那上人他花时间 这个大概花一小段 把前三句很快就讲完了 他80%到90%的时间 都在讲第四句 勤修奉进一千万佛 这还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又继续为我们来开示 那所以我这边写说 这段手则是讲什么 第一个 他是佛陀的心怀 上人待会一开始 会从佛陀的心怀开始讲 也是佛陀对地址的期许 对不对 转小向大 发誓红十月 也是佛陀受记的条件 你这些 你开始转小向大了 心开阔了 又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我才要给你受记 还有就是佛陀说法的用心 佛陀说法 他是横持 他是他的慈心 慈敏横念天下苍生 是不是这样 而且他会关心地址的状态 等等 引导他们 就像从这个 在穷子狱里面 讲的这样 一路引导 这样 所以佛陀说法的用心 也都展现出来 所以 虽然短短四句 但是 也是非常妙 来看上文的开示 上文从性结品开始讲 性结品就是完全的描述 地址过去的修行 所修的就是僧文法 为什么从这里讲 就是说 因为 受记品 受记品是对四大地址 受记 四大地址 他在性结品提到穷子狱 表示他对佛陀说法的灵 所以从这里开始切入 那 性结品就提到说 这个地址 以前修的是什么 声文 声文法 那声文是什么 声文就是 听佛的音声 入耳根 了解佛法 很好 佛法很好 可是我修 我守在我的独觉就好了 我烦恼断尽 对不对 那我不要 入人群 去添麻烦 因为他觉得 我不要跟众生攀缘 这样 他觉得 就是这样 才不会有太多因果 在那边 勾勾地 等等 这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就独守在 自己的这个 小圣的果里面 这样 不希望入人群 去度众生 就守在独觉醒 那佛陀也看在眼里 那佛陀的本怀是什么 佛持恒念 天下苍生 这是佛的心怀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今天的手杂上来就从佛的心怀开始 我把话钱 佛的心怀 佛的本怀 他就来人间的目的 就是什么 希望把法传给所有的众生 注意是所有的众生 那每个人都能够了解 因缘果报 等等 还有要发大心力 大愿 行菩萨道 那除了自己了解佛法 还希望 人人都可以将法传给天下的人 这样一直传下去 大家都行菩萨道传下去 才会一生无量 那所以佛陀的慈心 他体念 这个天下众生的苦难 那宜于众生要怎么得到法 那这是他一直放在心上 也是盼望这个法 累生累世 要不断传下去 那叫这些地址 不可以只守在读取 所以佛陀他 心心念念 担忧的就是这个 那法和会上 那就是开始要来启发 每个人转小向大 让人人能够发四红四月 众生无边四眼度 这样的一个愿要出来 这就是佛陀他的心怀 他的用心良苦 那这样佛陀就把 这个上人就把前三句手查讲完了 那现在讲 从这现在开始一直到 到这个经文前面 都在讲 秦修奉进一千万佛 这里讲很多 那这里上人在讲 这个秦修奉进一千万佛的时候 上人竟然从续品开始讲 他帮我复习 这个前六品都帮我复习一遍 这个续品 佛陀讲什么 讲完无量一经 那路无量一三昧 路定发光 放梅间白药相光 对不对 然后文书跟弥勒对唱 这大家我们都越来越熟了 这个有演艺 有读书会 了解佛陀过去 他也是供养非常多的佛 那专门佛 也是累生累世 发现度众生 其实佛佛道统 道理都一样 那这个续品完了方便品 方便品的时候比较特别 方便品 设立福开始 一再一再地请佛开示 因为佛陀在方便品 他这个什么 他不断地赞叹佛的智慧 佛的心境 这个佛智 佛的心境 那种晋级清晨 那种智慧 很深奥 一般人 不能理解 只有佛可以理解 唯佛 唯佛与佛 乃能救了 等等 所以这很难用很多这个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批语啊 言辞啊 来讲是不容易 但是佛陀后来也是努力 讲 因为为什么 瑟利弗 有意思 请他开示 所以要用什么方法来 什么批语来形容佛陀的智慧 他是这样的 骗虚空法界 这种万物的真理 等等 因为这时候 瑟利弗觉得 这个佛陀 他竟然赞叹 这个佛的 这种智慧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 那希望佛陀为我们开示 解释这个佛的觉悟的境界是怎么样 那 这个 所以瑟利弗一直请佛陀开示 可佛陀三子 瑟利弗就三请 所以后来佛陀还是就开始讲 还有五千退席 对不对 就开始讲 讲批语品 等等 那批语品有这个三界火宅 用三车 这个批语 洋车路车大白牛车 是不是这样 等等 结果讲完这个批语品的时候 这个 这个什么 这当中瑟利弗就大车大悟了 发大心立大愿 这个 佛陀就为瑟利弗受祭 等等 这样 那这个 应该是之前 他这个 瑟利弗就 就 就误了 就是 因为在批语品之前 批语品是 让这个 让什么 让后面是中根的四大地址误的 瑟利弗的 智慧比较高 他在前面 这个 佛陀就为他授记 修正一下 那接下来信节品 信节品 这个 有贫穷子的批语 贫穷子就在信节品 为什么 这四大地址 他听完 这个 火宅语 他才懂 因为 瑟利弗的根性 比较高 他智慧第一 他听前面 这个佛陀的开示 他懂了 他懂了以后 那接下来 所以他才请佛陀 还要继续讲 后来佛陀就讲了 批语品等等 让什么 让这个 更多地址就理解了 那四位地址 就向佛陀表达 他们的过去 我以前守在读学 声文当中 就很像 贫穷子 这样 明明是富有 人家的孩子 可是在外面 流落 五十余年 等等 这样 用这种批语 就佛陀就像 长者 那我们就像 穷子 等等 那经过了一番 这个 过程 比较坎坷的过程 最后呢 长者总算用尽心机 把孩子带回来了 那这个四大弟子 这个 亲身经历了这一段 这个 然后回到家 就是他们也误了 他就是他们 他们误了 他们听完 这个批语品误了 那用穷子欲 来表达他们的灵解 那佛陀就补充了一个 药草玉品 再来就跟他授记 那补充药草玉品 讲什么 讲说佛的教法 其实非常密尼部 所有的山河大地 所有的东西 异于所论 同样是 雨水是平等的 看你啊 你是 就好像你是大水缸 你就装比较多水 你是小水缸 就装比较少水 那佛陀是用 大自然的这个植物 大树啊 小树啊 上药草 中药草 小药草 对不对 倒过来讲 小药草 中药草 上药草 小树大树 看你是什么样的根器 这样 就在讲这个 那这个天地万物 都是有用的 所以叫药草 药就是 有用的 有功能的 都可以致病 只是要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发觉 那大部分的 所有自己根基有限 那这个 所以 随着自己的根基 来受到语录 这样 那要看自己 去发现自己的潜能 你可以转啊 你可以发大心地大愿 就 由小向大 由小转大 回小向大 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 要发大心地大愿 要变大 等等 佛陀用这个药草 育品让大家去体会 那不止这个药草 能够当药 其实都是有用的东西 连 矿石啊 土啊 杀啦 都可以体炼 体炼这些金属 或是也可以做药 还可以体炼出宝石 等等 这个都是 很有用的宝物 只是我们自己 不知道而已啊 那经过药草育品之后 就来到受祭品 就我们现在讲了受祭品 现在已经到受祭品最后了 那受祭品 这个佛陀 他看到啊 这个四大地词 都已经体会了大圣的教理 而且发大心地大愿啊 所以就为他们受祭 加色啦 须菩提啦 摩加瞻眼 一个一个把他受祭 好 那到穆结年 对不对 那以前他们就是 觉得自己是小的气 这个心量比较小 那所以他们就忏悔 他们就知道了 那佛陀也知道说 啊 这个我的地址不错 心量慢慢开阔了 了解他们已经成大气了 可以接受大量的语录 大声的教法 所以就帮他们受祭啊 所以佛陀上人啊 有一支很苦口婆心的 要帮我们复习 你看 从续品到受祭品 这样 就一下子就帮我们复习 六个品 把这个重点是把这个道理 把它串起来 你看他就讲这一句 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受祭的过程啊 你将来要成佛 好 你现在发心 未来可以成佛 我可以给你受祭 对不对 佛陀 站在佛陀角度 我可以给你受祭 但是中间还经过这么久啊 一千万佛啊 要很多身世 累身累世累积 这样 从凡夫开始发心 开始行菩萨道 我这边有画起来 菩萨道这条道路 还很长 还要生生世世修行 无一修 无间修 常识修 尊重修 对不对 那尊重修就是要透过奉进 很多很多的佛 才能够得到 所以这就是 上人 你看他讲这句 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他就讲这么久 而且帮我们用 前面 这六品贯穿 就像我们开始 行菩萨道了 路人群啊 我们相信佛陀所说的法 人人都本具佛性 人人都是佛 但是我们有没有 发挥感恩尊重爱 有没有在人群中 不断的付出 这个无间断的付出 无余的付出 长时间的付出 尊重的付出 这应该把它划线 对 你看这付出里面 砍什么 砍世修 世修 因为你不断付出 付出就是行菩萨道了 那再六度行 世修六度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 我们就要用心啊 用心去修行 我们如果好好 勤修 行菩萨道 降入人群 终去 人人都是佛 长时间的这样 尊重 用供修的心来付出 这就是行菩萨道 所以 上来又把这一段 又把这也算复习 可以有时候 又加上我们的印象 或是 可以让我们看到 没有看到的角度 听法 要好好用心听 经典所记载的 哇 这么长时间 这个 有时候听到 哎呦 会退到心 怎么会这么久 可是 因为我听上来的开始 听那么久了 我是有听懂 就说 这个 这个这么长 有道理 下一页会有我的心得 听法 要应用在日常生活 不必等到来生来世 这一生 这一次转个恋 面前的每一尊 每个人都是佛 对不对 要感恩人人都成就 我坐在这里说话 这是上来说的 他很感恩 感恩大家听法入心 有身体力行 去做慈祭 你看 四大八法都有做 还有发心力愿 因缘俱主 那人人都是菩萨 要这样的心 所以 这是上来的 观言手杂的开始 道德结束 那这是我第一次 这个听法的时候 这个写了新的 我就写说 很多年前 就是 因为慈华经 从2008到现在 十三四年的 那这个 就慈华经 拜华经 也 寻法相 等等 也很久了 那就发现 那时候就开始看 那时候上来 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就自己看 好像要成佛 都要什么 供养 这个 恭敬尊重 还有 这个 这些百千万亿诸佛 就对了 就是刚才讲这句 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好 那这个过程 我就写说 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佛的 形塑的过程 你要成佛 哪那么容易 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身 心灵 全面的进化 跟同化 你要同化到跟佛一样 因为还不是佛 还很多 你看从 见货 施货 断掉以后 还有 沉沙货 无迷货 全部进化 同化 这样 那一天 早上刚好读到一篇 第一次寻法相的时候 读到一篇随时的文章 随时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随时 随时有很多好处 可以向上来学习 他的身教言教 那这个供养 恭敬 尊重 百千万亿 诸佛 他过程跟目的 还有效果也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很欢喜 还有佛法可以闻 有佛可以拜 然后上来会 开示这个佛法 给我们听 是不是这样 而且现在刚好疫情 大家可以线上随时 没有线上随时 你打开大爱台 打开YouTube 也都可以看到上来的开示 那也都是广义的随时 所以 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身心灵 全面的进化跟童话 就对了 来看昨天的文 佛之光明 无能胜者 其佛号曰 炎福金光 菩萨声闻 断切有 无量无数 庄严其过 昨天 是 我们的摩合家瞻眼 他是炎福那体 金光如来 他的 他的文 告一个段落 来看今天的文 再念一遍 耳时 世尊 复告大众 我今玉卢 是大木间连 当与种种共聚 供养八千诸佛 恭敬尊重 诸佛灭后 各其塔庙 高千尤寻 众广正等 五百尤寻 以金 银流离 车取玛瑙 珍珠玫瑰 七宝合成 此寿大木间连 修行之音迹 成佛之果迹 大木间连之音迹 同于 加瞻眼 那这个 修阴才能 才能 祭果 对不对 修什么阴 就得什么果 是不是这样 所以阴祭 果祭 它是 有这个阴果关系 那大木间连的阴祭 它跟 加瞻眼是一样的 你看他供样 这个诸佛灭后 也是要 齐塔庙等等 这些 这个部分 有些部分是一样 齐果祭 则佛之受量 与正法 向法注释 是结晶背于浅 那很有趣的 就是说 这个 在供样上面的阴 阴的话 如果拿大木间连跟 摩赫加瞻眼来比 的话 阴祭 它是 要 供样的这边 是 同样的 那可是它果呢 就不一样 正法 向法 注释的结束 都背于前面 后面的文还没出来 就是先简单讲一下 佛寿 这个 摩赫加赛人 它是十二节 那我们的这个 穆监连 它是二十四节 是不是double 正法 向法呢 这个 摩赫加赛人 它是二十节 那我们的 这个 这个 穆监连 它是什么 四十节 算是很久的 所以 这很特别 大家可以 在后面听听看 上来的开示 所以这个是 因果 因记跟果记 代一下 那接下来 因为要对 摩赫 穆监连 授记 那 这个 上人就讲了四个 这个 摩赫 穆监连的故事 神通的故事 那我就想到说 他今天听那个神通的故事 特别有感 那我就做了这张 因为目前已经受 受计五位了 摄利福 智慧第一 摩赫加赛 投投第一 虚普提解空第一 摩赫加赛 论意第一 摩赫穆监连 神通第一 就是这些 专长能力 像我们听到 这个 比如前面 摄利福 虚普提 摩赫加赛 他们有没有 特别是摩赫加赛 跟虚普提 他们比如说 修投投行 犯行 或是解空 都会度到人 或者他们去脱波的时候 这个观念做法不一样 会度到人 那摩赫加赛 跟外道论意 外道都心悦臣服 很厉害 那摩赫穆监连 因为他神通 我们之前听过 他神足通的故事 这个 跟这个 摄利福 他还 跑到这个虚米山上 去绑腰带 等等的 神足通 可他今天 展现他的这个宿命通 也可以度到很多人 还度恶鬼道的 恶鬼 所以 我就想到说 原来这些 这些 智慧第一 头脱第一 解空第一 润意第一 神通第一 就是 这些地址的专长能力 用来度众生用的 那 神通 第一 神通有哪些 有很多神通 那最常见的 就六种神通 神足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漏境通 那这之前上来 我也没有开始过 今天因为 目前连他展现 他的宿命通 来度众生 那上来今天 讲了四个 恶鬼 跟这个 来问 这个 穆坚连 穆坚连 用这个宿命通 度他们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出自什么 佛说 鬼问 穆连经 他其实有 十七个恶鬼 来请教 他自己 为什么会受苦 那穆坚连 尊者 都回答 他们的 这个前世音音 那上来今天 挑了四个 挑了四个 做代表 上来讲得很好 我就很喜欢 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个来问说 尊者 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受什么业 会堕落恶鬼道 他看到 这个恒河水 清澈 要去捧水来喝的时候 就跟滚烫一样 哇 喝下去 五脏内腑 就 这个 好像在什么 滚烫里面 就完全焦烂 他受的这个苦 非常的痛苦 那这个 穆坚连 就跟他说 你 你前身就是一位项命 算命先的 这个项命师 这样 那你算别人的命 就 你是为了赚钱 有时候你 这个是随你的心 对那个人说 说他好 说他不好 然后呢 有时候让他害怕 害怕的话 你就可以帮他改运 帮他改运 你就可以赚钱 那你就 骗了很多人的钱 而且让人家心不安 花了冤枉的钱 所以你现在受到报应 所以这是你的报应 这样这个乱了人的心 造成人的不平衡 这是很大的业 又有一个恶鬼 又来问 我的身体 为什么都很多的 这个铜蛇铁狗来 来咬我 来吃我 这样 把我身体的皮肉都吃掉 而且风吹过来 哇 好像刀在刮 这样 然后这个 让我非常痛苦 而且有时候皮肉长回来了 又重复这个 这一幕 这个死了狗又来咬 又把我的肉吃光光皮剥掉了 风又吹过来 又捅彻骨髓 那我肉又长出来 又一而再再而三 重复这样的受苦 而且我的肚子也饿得不得死 因为饿鬼道 这样的罪业 到底在人间是犯了什么饿了 穆监连就是说 你过去生中 你是杀鸡杀鸭杀猪杀羊等等 而且用这个来祭神拜天 而且你杀了以后 就把他丢到滚汤里面 要拔毛 对不对 这样杀了非常多 所以你是得到这样的报应 而且让人家吃肉 剥皮 啃骨 所以会有这种 这样的刀锋解身 这样的痛苦 而且在第一道中极 在二轨道 有时候会跑到第一道去 这样来来会会 所以你不止现在在二轨道 你将来还会下地狱 苦不堪 那接下来第三位又问 我是怎么 我肚子看起来很大 跟一个大瓦一样 那我喉咙就小得 跟一个针孔一样 这样东西 食物都吞不进去 所以肚子饿 那这个四肢 就瘦得跟刚才一样 喉咙如针孔 很想吃 你也没办法吞咽 没办法吞死 得不到饮食 到底什么因缘 穆监连说 你过去是当官的 你当官的时候 这个欺负老百姓 你是贪官污吏 剥削老百姓 还用老百姓都拿不出钱 用酷刑 来向这些老百姓 等等 让他们受苦 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个抱 那肚子很大 这个四肢干无惨 等等 这就是 就是因为你当官的时候 要武扬威 剥削老百姓 让他们受苦 如果他们 不知道你的意思 你就会帮他们 上刑剧 寻求他们 所以这是你的果报 那这个另外一位呢 又来问 我到底受什么罪报 我这个头 就像这个斗一样 一个斗 这个很大的斗 好像戴在头上 那这个我一张口 哇 里面很多舌头 舌头都烂掉了 那这个血淋淋的 也没办法吃东西 所以也是在恶鬼道里面 那我到底造了什么业呢 这个穆监连就说 你前身 就是爱搬弄是非 很多舌 这个搬弄是非 让很多人的心分离 结怨 联酬 互相杀害 挑拨是非 坐弄人间 造成很多祸端 你的恶口伤人 等等 这样 你开口就对人有伤害 造了很多祸 这样这是你的报应 你的口业 是非 这个开口动舌 开始 造了很多业 那穆监连就向这四位 恶鬼开示 开解 开示解说了 让他们的心开意解 那他们就 甘愿了 因为他们了解了 就甘愿了 过去就做这么坏的事情 所以堕入恶鬼道 他们还不错 就启发他们一种 这个想要解脱的心 就是说 尊者 那我们要怎么办 才能够消除业力呢 结果穆监连尊者 教他们 你们要好好忏悔 忏悔的心 好好发愿 去做利益人群的事情 于是这四位恶鬼 就在尊者面前 开始忏悔 时时忏悔 不断忏悔 时时发愿 不断发愿 我们知道 愿力可以破业力 忏悔会清净 你看 所以穆监连 他的神通第一 他光是在 恒河边静坐 就可以在那里 度众生 那这是穆监连 神通的故事的 其中的一段 一小段 那有十七位 上人时间关系 他讲四位 讲得非常好 那我对这个故事 今天就对这一段 特别有feel 为什么 因为 你看哦 上面 以宿命通 度诸众生 前世因缘 今生果报 你看 因为穆监连 都有这些能力 他讲得很清楚 心开意解 生起信心 因为神通 对那些 对某些人 特别有用 让他心开意解 让他生起信心 可是 穆监连比较特别 他还把 这个政法 不是只靠神通 还说法 传法 把政法广传 叫他们要时时忏悔 不断忏悔 时时发愿 不断发愿 所以你看哦 这些 宿命通 他也不是只有靠宿命通 你看这些恶鬼 看到他都起攻击心 表示他修行 得恨 很好 神通智慧 智慧很高 神通很厉害 是不是 那六道轮回 注意他有时候说 你们在恶鬼道 你接下来会到地狱道 所以他们才会紧张 会再出 赶快要寻求 怎么处理 怎么消业 是不是这样 历历一心 客观的讲出来 让他们 对他们开示 对他们解说 让他们新开 甘愿 赶快 赶快接受 然后赶快 寻求解脱 消除业力 那注意看 为什么做这张图 因为如果你去看原文 原文并没有 最后这一段 这个 穆坚连 穆坚连是后来回来 跟火头报告说 在这个河边 横河边 遇到这些恶鬼 我跟他们互动 原文是这样 可是上人很厉害 上人讲了说 穆坚连有这一段 其实应该会有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 这一个大修行者 他会做这个事情 就是 所以 就是要 说法 传法 广传正法 就对了 好 那么来看 后面的文 这些我就念一下就好了 当以种种共聚 共量八千诸佛 能共之器物 己所能之供养奉事 机缘之境 种种共序 之前也讲过了 有这个 力的供养 物质的供养 还有静的供养 行的供养等等 还有这行菩萨道 恭敬尊重 能共之身 心力行 恭敬尊重 上约佛事 下明灭后 这也是跟 这个 有没有 加章演一样 那这个 以上四诵 既得果 明国土相 福田相 字体相 眷属相 寿命正相 略而不送 有些他就省略 这样比较快 因为有的前面都讲过了 那接下来 上人就在讲 正法 相法 末法 要做一个收尾 什么是正法 佛在世 当然是正法 那佛灭度后 如果他弟子还在 而且 他们的这个 说法 还有他们住的地方 修行的方式 都跟佛一样 这也叫做正法 所以跟佛 与佛在世的时候 同样的生活方式 同样的说法 这都叫做正法 所以你心中要有正法 如果你现在可以 我们可以修修修到 跟佛一样 的一个生活方式 说法 都一样 那也是正法 那慢慢的 如果地址慢慢凋零了 这些就一代不如一代 你看上来讲说 一代不如一代的话 生活会改变 时代会改变 对 慢慢就成了像法 就只有形式 只剩下形式 为什么 试院很多 塔庙很多 那就是像法 如果只留形式 就剩像法 那末法 末法就糟糕了 末法就是佛法会被毁掉 试院会被烧掉 毁掉 大佛会被炸掉 等等 那这个 像阿富汗 有一尊大佛 五十米高的大佛 也被炸掉 等等 所以 从有到无 就是 佛法快灭了 就末法 所以说 正法 降法 接下来当然就是末法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 上来有提醒 以前我们教过 我们说末法时代 人人心中要正法 那么赶快要把正法传下去 所以我们要好好用心 把握现在 我们现在还有佛法可以听 我们还能用我们的身心 恭敬供仰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要用心 我们还有佛法听 要身心 恭敬供仰 这样正法才会 才会在 才会在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实施感恩 尊重今生的佛法 实施多用心 那我就把 刚刚 这个 这是谁 这个就是穆坚连 他用宿命通 用神通 来度众生 的例子 来呼应 上人的授杂 上人不是说 持身闻 法 守独觉行 有没有 佛辞横念天下苍生 那盼望转小 向红寺院 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那这个 穆坚连因为他心量开阔了 对不对 转小为大 所以 这个会 被受计 那光是这样还不够 还要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他也做到 他弃佛心怀 他知道说 我就是要来 勤修奉进 一千万佛 这个他也可以接受 可以做得到 而且他弃佛心怀 他有正法 他用他的宿命通 他文法以后 说法传法 把这个正法广传 所以他 你看他心量开阔 弃佛心怀 能够 说法传法 正法广传 所以他得到佛的授记 所以我们希望 正法都永远能够注释 那大家都要多用心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敬师妙联华 感恩